好接下来是小币的财经时间 有关日营的总裁黑田冬燕 4月8号卸任传出说 下一任总裁的职位呢 会由副总裁与公接手 导致日元又会重扁吗 接下来很多人又要准备 开始买日元了吗 现钞卖出价格重回0.22字头 创下了一个多月来的新敌 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币 现在可以买了吗 的确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大家都在问说 能不能来去换日币了 因为可能接下来 不管是4月还是在下半年 大家可能都有到日本旅游的一个计划 不过我们就先来谈谈看 为什么日本央行 也就是日营的总裁黑田冬燕 要卸任的消息 然后以及接下来谁要接手 这个讯息一出来 会导致日元重扁呢 我们就来看看 有机会来接下日营总裁的新人选 会是谁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日营总裁黑田冬燕 他的五年任期 即将在4月8号的时候 借满 换句话说 他长达十年都担任日营总裁 即将就要卸任了 所以现在新的人选 要来接这个日本的央行冰服的人 会是谁呢 现在就看到了 传出说是副总裁 与公正家 他一直以来 其实都在日营工作 而且也曾经 炒起了货币宽松的工具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态度 其实一直都是维持货币宽松政策的 如此的人来接日营总裁的话 换句话说 日币应该会是一个持续贬值状态居多的一个氛围 那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 由他来接任总裁的呼声是最高的 那也是因为一直以来过去这十年都是黑田冬燕 那大家对他比较熟悉 比较了解 通常市场上面波动比较大的 都会是要换 或者是传出说 谁来接手的那一刻 那当然 谁来接 就会影响了日本国内的一个经济 还有接下来日币的走势会是如何 那当然当提到了这个羽工 他的以前的作风是比较偏歌派的 不是鹰派的 所以如果是他来接的话 那当然对于日币的波动 就会有所影响了 现在甚至传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对于两对于总裁 还有两名的副总裁人选 都已经到了最后的评估阶段 可是目前并没有报道说 羽工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重担 那包含像是日本首相的办公室 以及日营都没有正面回应 那财务大臣林木 他只说目前没有听闻说是羽工要来接 那至于羽工政家也被认为 是比其他的竞争者来得更加的鸽派 所谓的鸽派 就是日本一直以来的货币宽松政策 所以如此一来呢 也导致日元对美元 今天的话是扁破了132 日本其实是比较特别的国家 他们希望的是通膨 跟其他比方说台湾啊 欧美比较不一样 我们都希望是打击通膨嘛 可是日本 因为他们失落了10年 20年30年的时间 他们希望通膨上涨 能够让他们的薪资水平 也跟着上扬 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温和的通膨的 也是仅存货币宽松的国家 可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到啦 包含像是日本他在12月 去年12月的通膨率来到了4% 其实是有稍微高于他们希望维持的通膨率 2%的通膨警戒线 换句话说 其实日本的输入性通膨也算是蛮严峻的 再加上他们国内的物价有上涨 所以对于日本民众生活压力也不小 但是假设我们就这样看的话 对于台湾的哈日族们 或是想要到日本去旅游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所以这个讯息一出来呢 包含像是日币对台币的现钞 卖出的价格 今天是见到了0.22字头 创下了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的一个低点 另外的财经焦点 我们就要聚焦啦 如果是在发放鼓励的话 那又是如何呢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台湾的金融业 大家每次买金融股都想要干嘛 想要去赚他的股利股息嘛 可是在这个部分 因为去年的话 金控业他们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股汇双跌 再加上除了股汇之外 还有相关的一些防疫保单的影响之下呢 对他们来说损失相当的惨重 所以有很多的公司 他们的净值是大幅的缩水 现在金管会准备要来管了 也就是你未来金融业金控产业 你们要发多少的鼓励 这个额度 可能没有办法漫天的来发放 也就是说必须要要求业者 先扣掉你们这个净值亏损 然后拿多少钱去补 让公司发现金 还有股票鼓励呢 都会有所受限 而且不能用资本攻击加码 来去发鼓励 也就是说不能为了讨好投资人 然后不管你里面 公司的亏损到哪里 所以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年的金融业 他们所发放的鼓励 应该是会大幅度的缩水 再加上通膨啊 升息 疫情 还有战争的影响之下 其实金融业 他们在去年 已经一年就少赚了4500多亿 这个数字是改写了9年的新低 那其中保险业 因为防疫保单的效益 所以他们亏的是最多的 在这个税前亏损呢 是一年亏了186亿 光是他们就少赚了4000多亿 这个对于整个金控产业 金融业接下来要发鼓励股息 观众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而另外的话 我们的另外一个财经焦点看到的是 美国积极的限制大陆的半导体发展嘛 那要拉拢一些偏好 西方的一些态度的国家 包含像是日本啊荷兰等等的 他们要共同的来抵制大陆的晶片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传出 日本预计会在今年春季的时候 针对一些出口特定的产品 还有技术需要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 换句话说我业者没有办法B2B 我还要看政府的态度 官方的脸色是什么 我才能不能出口到中国大陆 可是呢 因为日本他们或许 怕遭到陆方的一个报复哦 所以预计是日本在发布 相关新的规定的时候 并不会特别点名中国大陆 而美国出口制裁的范围主要是限制 14奈米以下或者是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所以应该日本如果要限制的话 也会按照这个规模来有所跟进 现在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你要发展晶片要做晶片 你就是少不了 艾斯摩尔的光科机 荷兰的厂商 那包含像是日本 也有一些厂商在做光科机设备的 那未来应该都不会消往中国大陆 所以如果这个光科机里面有分啊 有分先进制程 有分成熟制程 如果是成熟制程这一块 DUV也要被限制的话 那分析师就预测说大陆的晶片制程 有可能会退到45奈米 已经不是一字头的奈米 而是会退到45奈米的相关制程 也就是越来越低阶了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当然要出招来反制西方国家的制裁 那我们知道大陆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市场 那北京现在或许有意透过限制太阳能板的技术出口 反制美国的制裁 那如此一来也会冲击到西方国家 他们正在大力推动的绿能政策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掌握后续 至于西方国家 其实他们也是因为俄乌战争制裁了俄罗斯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解禁的态势 所以里面除了进什么呢 进半导体技术 进设备 所以根据了国际金融协会的最新公布 大陆还有香港 已经取代了欧盟 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特别是在半导体这块 还有电子设备的相关 那数据就显示了 如果是以去年1到9月份的话 俄罗斯在采购半导体还有电子电路 他们的金额是来到了24.5亿美元 反而比2021年那个时候 还要年增加了18亿的美元 所以就可以看到 里面光是靠大陆还有香港供应的部分 就占了44%之高 那从德国荷兰还有韩国 以前他们可能都跟这个国家来进口 现在从这些西方国家 从欧盟进口的金额呢 已经是大幅度的减少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他们试图要从大陆 香港还有土耳其这些 对他们来讲 比较友善的地区 来寻找新的出路 以上就是这节的财经资讯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